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连线专访夏宜良教授 下面有请夏教授 夏教授您如何评价林郑这一次首场与市民的对话会呢 我们知道林郑过去一段时间 有的时候态度表现得相当的强硬 那么后来呢估计是得到了北京中央政府的指令 据说内部有一个传言说习近平说谁找的麻烦 谁自己去解决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解铃还得系铃人吧 所以他得硬着头皮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 处理的不好的话中央政府还会迁怒于他 所以呢从态度上来讲 这次他应该一方面有上方的指令 另一方面他自己也知道 如果态度不诚恳的话 可能过不了这一关 所以从表面上来看 他还是蛮虚心的 好像认真请听大家的意见 记录大家说的一些要点 但是呢他没有想到 这个有一些这个参与者 对他一点都不客气 直接要求他下台 就是说对他这个 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这些作为 有强烈的不满 所以呢跟他没有什么好啰嗦的 就是直接要求他下台 这点我想他本人 无论是从发自内心 还是中央政府 可能都不会让他在目前这个节点下台 所以他显得非常尴尬 有的言辞可能也是他第一次听到 所以呢你想一想 就是说作为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傀儡 在香港特区过去呢 他好像很风光 但是现在面对香港市民 面对香港选民的这样一种 面对面的直接的质问 以及猛烈的抨击 他还有点架不住 所以呢香港是 如果要讲过去这么多年 在港英治理时期呢 是有这样个人的自由 新闻出版自由 接受自由等等 但是呢在法治方面 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 民主这个机制呢 相对弱一点 就是民选啊 民智这个方面不是说没有 就是程度可能不如那些英美发达国家 那么先进 但是还是有一些 但是过去这些年来 这个香港原有的那些自由啊 法治啊 民主的好的东西 在逐渐丧失 所以在这样一个 特别重要的历史时刻 让林郑自己亲而倾听 市民究竟对他是怎么个看法 我觉得是有利于让他自己正视自己 可能就是说了解一下民意 真正的民意是什么样 平时他可能听到的是相当有限 所以这次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不管这个效果如何 但是至少开了一个好的 开了好头 那就是说 川普我记得当时建议习近平 要求习近平去跟抗争的民众 面对面的谈话15分钟 他觉得就会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但是习近平显然没有这个勇气 也不愿意放下这个身段 他觉得怎么自己最高领导人 跟皇帝一般 怎么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局部地区的抗议 他就跑去跟人家面对面的 平等的对话呢 中国的专制统治者都不会这么做 无论是毛泽东 还是邓小平 还是习近平 都不会愿意这样做 他最多能够做到的 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傀儡特首 来出面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就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林郑月娥是在带习近平受过 因为很多的这个对香港的政策 最高负责人还是习近平 虽然有什么中联办啊 国务院港澳办啊 这些 但是最主要的最后拍板人 仍然是习近平 所以呢 这种对香港政策的失败 和近期的这样的一种严酷的打压 责任人当然不会是林郑月娥 最主要的责任人还是习近平 所以呢 现在我相信中央政府收看到这样一些画面 如果习近平本人也关注 也看一下这个视频 那倒是非常有意思的 不知道这样的专制统治者 一贯的傲慢 一贯的这个不把民意当回事的人 看到这样的东西 内心会不会有一点 这个 我倒不是指望他能够有忏悔有反思 但是呢 他会不会反而会更加的强烈的说 给你们点好眼色 你们居然是这样的态度 那我要更加严厉的对待你们 说不定呢 他可能要镇压 那么现在呢 临近国庆 就是临近这个所谓70年大庆 那么海外华人都是把称为国商 所以现在在美国 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集中的 进行国商日抗议的活动 包括美国加州的一些高速公路上 这个高速公路不是有过人天桥吗 在那个天桥上悬挂了大幅的横幅 就是说是国商日 用中文英文都标出来了 共产党专制统治啊 这个中国多少几千万 几千万死去的冤魂啊 如何如何都挂到那个人行天桥上 所以这样的话呢 来往的车辆 有的呢 看不懂中文 但是能够大概看一下英文 那更多的华人去看到这个话 我相信多多少少会会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现在这个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 习近平他真的内心 还会是那种安若无事吗 我相信他一定会受到一些冲击 受到一些震撼 现在就是目前呢 美国参众两院 外交委员会已经通过了 香港人权和政策法案 那么他会对香港产生怎样的影响 有关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 这个已经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 尤其是前不久 有黄志峰和何韵诗来 还是有感觉的 尤其是像美国发声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还是有相当大的压力 所以呢 他有的时候 你看看他发言人的表情啊 他的语调 内心其实不是那么自信 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知道 法国总统 马克龙 以及这个德国外长 还有德国的总理 都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表达出 对香港问题的关注 就是谴责中国 对香港抗疫民众的这种镇压手段 所以呢 现在来看 就是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发达国家 也就是说世界上民主的主要代表 这些国家都纷纷发声 那么对中共这个外部世界的形象 对他们这个向外 无论是他们叫合作也好 扩张也好 那么这样实际上会产生 很严重的负面影响 所以我想这个也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 但是他们现在有的时候 得硬着头皮来为自己申辩 总是这个强词夺理的 想找出一些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甚至动不动就会说 你们这些国家也有破坏人权的案例 如何如何 但是呢 这个不能相提并论 因为这个现在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 中国大规模的迫害维吾尔族人 迫害西藏这个 包括这个西藏的这个佛教徒等等 这样的一些做法 当然会激起公愤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开始采取 对中国严厉的制裁 无论是从经济上 还是从文化教育 各个层面都对中国提高警惕 我们看到最近很多地方的孔子学院 纷纷被关闭 那么中国呢又不甘心 还在继续寻找新的地方 在开办新的孔子学院 但是我相信最终的这个下场 结果都会差不多 然后呢 在有些国家 现在已经提出了 对中国 尤其是无论是留学生 还是访问学者 如果他们是有一些跟 比如说贪腐官员相关的一些事情的话 那会他们监督啊 各个方面这个制裁措施 会更加的显著和有效 这就是跟美国以前通过 这样的一个全球麦克尼斯基法案 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想这个 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形象 他是花了很多的钱 打造自己的国际形象 甚至过去不惜重金 在纽约时报广场 长期做电视广告 但是呢 他都长时间花那么多的钱 都抵不上一两个事件 带来的负面影响 所产生的破坏力大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一点正面的形象 很快就被摧毁了 所以现在除了少数一些穷国 有一些想从中国捞到实际 现金啊 或者援助好处的一些小国家 还会言不由衷的来说一些事情 当然美国 美国国内也有一些政客 有一些跟企业家 有这个合作关系的一些人 他们也在替中共辩护 甚至会说 中国目前这个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中国人在做好的事情 中国这些领导人都是有能力的 而且是为人民着想的 你比如说那个布隆伯格 就说了这样子令人恶心的话 他是新闻媒体的负责人 他也当过纽约市长 但是现在他说出这样的话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由于他跟这个中共 有一些权钱交易 有一些其他的利益关联 才会在这样的一个试点 说这样的话 所以我想这个整个的 目前的形势啊 就是美国有很多的手段可以采用 现在呢 随着贸易战程度的加深 美国还可能会动用很多其他的手段 来加以制裁 现在说 目前关于香港的局势啊 确实很令人忧虑 因为很担心 中共会走到最后一步 就是类似于天安门大屠杀 李伟东先生呢 他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 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也就是香港半民族中间道路 他认为用这个方法啊 可以解决当前的危局 也就是退回到2014年 之初 当时呢 提出来就是一个 类似于不完整的一个特首选举 和一个呢 完整的议会选举 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他认为真正要达到真普选 必须依赖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也就是要把香港 纳入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或许这个问题 才有起您的评价是什么 我们知道纽约时报 在目前美国人的眼光中 是一个比较倾向于左翼的这个报纸 就是英文呢 喜欢用liberal 就是左翼自由派 这个左翼自由派呢 过去都是批判 这个无论是批判 资产所有者呀 那些保守派啊 还有坚持美国历史传统的一些做法的共和党人 所以呢这个纽约时报 有的时候被称为白左的报纸 当然这个说法呢 也不是太公允 因为纽约时报毕竟 它会对全世界 包括美国一些做的不好的事情 尤其是美国当局做的一些事情进行批评和监督 不管他说的准确 还是有一些偏差 但是这种功能 这种监督的作用是存在的 长久以来它还能发挥它重要的作用 但是呢 我们知道纽约时报的中文版和英文版 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 中文版呢 现在经常会发一些文章 有人说这个文章就是感觉到很奇怪 甚至有的时候 对中共的一些统治者 一些做法都会有相当大的善意和另外一种理解 所以这是有的时候让人感觉到很惊诧 但是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媒体多元化嘛 就是不同的观点和立场都可以得到发挥 至于讲到韦东的这个观点的问题啊 因为我跟他是朋友 那么我也不能说 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同意他 也不是说所有东西都反对他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香港问题就是香港问题 不一定非要说 等待中国民主化以后才如何如何 有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去等的 中国民主化 你说要是推翻中共专制统治 建立限制民主法治 这个真正实现的话 那还要多长的距离啊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目前还没有看到现实的这个存在可能的话 还是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解决 一个问题来讨论 就是讲到香港目前这样一个局势 并不是说香港民众提出的五项诉求 都是独派的诉求 大家看到这个五项诉求里面 没有一项说香港要独立 只是要求真普选 那么要求真普选 难道就一定是跟港独联系在一起吗 当然呢 李伟东也批评过一些年轻的学运领袖 包括黄之锋等人 他认为这些人 就是公然的说出了跟港独相关的这些话语 他感到非常的失望 说如果要想争取民主自由权利 这个都没问题 但如果提出港独的诉求 那他作为一个中国大陆 长期接受教育 今天在体制内工作 达到一定 比如说四局级这样一个级别的人来说 可能是难以接受的 即使他来到美国 他还认为中国的问题 主要是一个中共专制统治的问题 如果中国专制统治结束了 所有的民族问题 所有的独立的问题 都可以迎刃而解 但是这个说法呢 我认为它是比较乐观 我并不认为 即便中国实现了现在的民族法治以后 中国真的民族问题 所有的独立问题都会烟消云散 我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你经过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分野 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抗争 那最后 这些不同的主义 他真的信任 你中国大陆新选出来的 新一代的统治者吗 或者新一代的治理者吗 那你说你是民主宪政的拥护者 每个人在野的时候 几乎都是要说非常好听的话语 所以也有些人举出来 当年在延安的时候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都说得非常好 就反对独裁统治 要建立宪政民主法治 就要学习美国 而且罗斯福总统提倡的四大自由 毛泽东都挂在嘴边 但是后来呢 你看大家看到的现实是什么 所以有些人怀疑就是说 你们现在说要推翻中共 建立宪政民主法治 当然推翻中共 这个是主要是我提的 这个李伟东先生从来没有提过 至少没有公开的提过这样的话 他可能更多的是希望通过体制内力量的博弈 能够和平演变 但是和平演变连中共都是坚决警惕和反对的 八九六四之后 中共主要的一段时间的工作方针 就是如何防止和平演变 所以我觉得目前在中国和平演变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这样一个重压条件下 推翻的有人说那武装暴动就可能吗 我说武装暴动也不是说马上就能发生 但是呢有这样的一种压力存在 有这样的一批人去推动它 那比这个跟中共来说和平演变要更加现实一点 当然这个说法可能不一样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那么紧张 这个港独不是香港年轻人提出来的 我这个话可能很多人不同意 我觉得这个港独恰恰是中共搞出来 没有中共在香港的道行逆施 就不会有年轻一代那么坚定的要搞港独 所以我完全理解甚至支持香港年轻人 这样的一种抗争 我觉得如果连最基本的诉求都达不到的话 那就要明确的提出港独 这我也是第一次在今天这个节目里边公开的 过去我说过我理解港独的这个想法 那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那么今天在目前这样一个形式下 如果和平抗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诉求 都无法得到满足 那官方不断的用更加暴虐的手段来对付抗争民 那么香港的年轻一代 为什么不可以坚定港独的信心和意志呢 在这点上我完全支持他们 如果要是讲中共用暴虐的手段对待他们 我希望今后现在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会越来越多的更加强化香港独立的这样一个斗争历程 所以这点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公开的来表达我的这个态度 提出主动要求捐递 缓解整个香港住房困难问题 对于这一上举您有哪些评价 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 李嘉诚先生一开始用比较婉转的方式 劝诫中共当局 皇台之瓜 何堪再灾 这个是非常委婉的 但是后来呢 中共不买这个账 而且态度更加的强硬 因此呢李嘉诚先生要更进一步的 就是劝诫 说要让这个中共当局呢 对香港的年轻人能够网开一面 能够比较放他们 不要太过于暴虐 但是这个说法呢 激起了中共官方的不满 他们的官方发言人 就是抨击李嘉诚 说香港这个年轻一代 失去了他们的这种生活的信心和梦想 主要呢是住房价格太高 买不起房子 而这个罪魁祸首是谁呢 正是你李嘉诚 你从中获得了那种暴力 然后呢 你把香港的地皮 房价炒得这么高 然后你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 说真正应该放过香港市民和年轻学生 正是像你这样的人 所以这样的话已经到了一种人身攻击的地步 当然李嘉诚先生他也知道 中共这样一个 他还是进行了有限的回 回博吧 就是说一种回复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态度 还是非常的坚定 老先生非常的优雅 不急不慢的 坚持自己的一些立场和观点 这点我表示敬佩 我过去也专门做过两三期 有关李嘉诚先生的东西 我当时还是说希望李嘉诚 能够更加明确他的态度和立场 现在可以说他的态度和立场 已经相当明确了 所以我再一次表示敬意和支持 然后讲到 就是说香港这位地产商 他主动的献出土地地皮 来为这个所谓市民建设这个连租屋 或不是连租屋 就是相对价格比较能够承受起的商业住房 这种做法到底是真正发自内心的 还是说在一定的压力下 或者在一定的诱导下 玩力出双簧 因为我们知道当年1955年的时候 中共在大陆搞公私合营 然后呢我们看到有纪录片宣传片 其中有一个重要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荣毅仁 荣毅仁当时属于这个 大家知道他无锡 从无锡纺制厂开始起家 后来成为上海纺制业的大亨 那么他是在上海 有着很强的这种代表性 当时荣毅仁先生也很年轻 长得非常帅 所以呢他主动的带头 欢迎公私合营 这样的话呢就会让那些思想上 有抵触的 有强烈不满情绪的那些 没有他的财产大的那些 中小资本家会感到 原来荣老板都这样做了 那我们还怎么办呢 我们还没必要再抗争了吧 所以是做这样的一个示范的作用 我相信现在这位郑先生 在很大程度上跟这个有相似性 说不定中共呢 给他做了工作 无论是用一种威胁强压 还是说给他一点这个许诺 说将来你现在做出一点牺牲 将来我们会补偿你的 中共经常会玩这些花招 我们知道这是惯用手腕 在中共的统战工作里边 经常使用的一些手段 因为我毕竟也在 中共的政府机制体制里边工作过 我对有些内情还是比较了解 所以我相信这个目的是为了 一方面做一个表率 来贬低李嘉诚 认为李嘉诚这些人是黑心的地产商 只顾自己捞钱 不顾香港市民的承受力 不顾他们真正的福祉 而另一方面呢 有鼓励一些爱国之共的一些 这个本地的地产商啊 或者这些商人 来响应中共的一些做法和号召 来配合中共演戏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种手腕 但是这种手腕到底能不能奏效 能不能解决香港目前的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还不能 因为香港的问题很复杂 不仅仅是一个地产价格偏高的问题 你要从综合的情况来看 就是97回归之后 香港的自由民主法治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而香港普通老百姓的 无论是他们的这个精神生活 还是物质生活 都是有所下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仅仅去解决局部的问题 不是说解决局部问题没有作用 而是说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全面的问题 当然我们觉得 如果要是让香港回归 成为过去那样一个自由民主开放 法治的社会 然后在国际市场上 有更多的竞争机会和地位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让这个市场来自己解决 当然你说这个住房问题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现在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 经营思路的开阔 一定有办法让在寸土寸金的香港 也能让老百姓 有个正常的体面的生活 当然不能跟那些 这个土地资源非常丰厚的城市相比 但是在和有可比性的城市之间来比较的话 香港是完全有能力 在今后 比如说是在一个更加自由的 法治的基础上 来解决这样的一些现实矛盾的问题 你比如说这个东京 大家都知道也是寸土寸金 为什么东京有些问题 又解决的比较好了 实际上还有一些国家可以借鉴和比较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下面说有几个事实热点 想请您点评一下 第一个就是关于川普 9月2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宣布 正式启动对川普总统的弹劾程序 您有哪些评价 这次弹劾的起因是因为川普跟乌克兰总统通话的时候 请他帮个忙 希望他能够帮助调查拜登的儿子在乌克兰获取暴力 或许暴力的原因肯定是有利益交换 他认为这有可能会妨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 那么拜登的儿子据说在乌克兰最大的天然气公司担任高管 实际上这个高管在我看来 就是包括一些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 是一个闲职 并不是说因为他有特别的本领 有专业知识 还是有特别的经营能力 而仅仅是由于他是拜登的儿子 而且大家知道拜登正在竞选下一任总统 如果一旦当选的话 那么这些国家这些企业 跟他儿子的这种利益交换就会得到非常大的 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多少倍的收报 回报和收益 对吧 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现在的情况是 据说这个他的儿子每个月能够获得五万美元的报酬 那一年的话六十万美元 六十万美元对于一个年轻人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 那这个也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这样一个薪水了 何况还这不一定是他的全部收入 据说拜登的儿子在中国也有很多的商业利益 那这个如果中国也是跟他的情况差不多 甚至会给更多的报酬回报的话 那么我想这个拜登的儿子就仅仅靠 因为他是拜登的儿子 所以他可以获得巨额的商业利润 这种做法本身呢是 我觉得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 其实调查这个拜登的儿子本身没有错 错就错在是川普本人出面 用总统的这种权利和民意 请求一个外国元首来帮助对他的这个竞选对手的儿子 因为下一任他自己本人也在竞选之中 所以这样的话 在美国最常说的一个词叫利益冲突问题 有利益冲突的话就会违反 轻的叫违反规则 重的叫违反法律 那么现在美国总统犯这样的事 会称为这个违背宪法精神 因为你这个外国 你这个美国的总统 怎么可以跟外国的国家元首去讨论 怎么去调查你的这个政治上的竞争对手 尤其是这非常直接的 下一任总统选举的话 两个人都是主要的竞争者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民主党人极为不满 其实民主党人里边很早就有人提出 要对川普进行弹劾 应该说从他刚刚担任总统以来 就一直有这样的呼声 大家还记得国会里边 有一个所谓四人帮 四人组合 都是女性 都是来自这个其他族裔的背景 不同的文化的背景 那么其中有一个叫AOC 这个女孩呢 非常的抢眼 现在这个经常成为媒体报道的头条 他们几个人曾经就提出过要弹劾 川普总统 但是呢 这个弹劾过去每次交到 或者这样跟南西普洛西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都尽量的想回避 想这个说服他们 但是这次可能 南西普洛西也顶不住压力了 他已经宣布启动 对川普的这样一个弹劾的这个程序 调查程序 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历史上 一共有三个先例 就是1868年 对安德鲁约翰逊进行的弹劾 没有成功 然后呢 对尼克松总统的这个弹劾 就是70年代初啊 那个弹劾也没有成功 但是没有成功 实际上是当时在那个态势下 尼克松水门事件 这个是他的声望 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尼克松自己感觉到 这个在整个选民中间 他已经不可能再得到支持 所以他比较主动的提出辞职 这个主动辞职呢 是指的是在压力下的辞职 所以呢 没有进入到弹劾程序 他就已经被 他自己主动辞职了 再加下面一个就是克林顿 克林顿因为拉链门事件 接受调查 那个斯塔尔报告 长达几百页 他最后没有被弹劾成功 所以说明美国选民呢 对他还是应该说还是相当宽容的 因为这个事情当然是不体面的事情 主要是不在于他有这个婚外情 更主要是由于他撒谎 因为你对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 如果你撒谎 这个性质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现在既然从这三例来看的话 川普现在被弹劾掉的可能性 也不是那么大 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 他要通过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 才能够弹劾掉 而参议院主要是共和党的大本营 那么不是讲大本营吧 至少是目前共和党掌控 所以呢 应该说不太容易达到三分之二的票数 除非呢 川普在共和党内部也把关系全部搞糟了 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支持他了 那么到了那一步 很可能他真的是会因此而下台 还有人说他下台之后 就有可能因为很多其他的一些 违规违法行为而坐牢 这个说法呢 我也不太相信 但是现在呢 对于川普的选情 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 乃至他跟下一任总统选举擦肩而过 也就是说 他就不太可能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了呢 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我还是表示怀疑 因为目前川普还是领先的 他的民意支持率达到45%左右 这个超过了当时和同期可以比较的 与奥巴马比较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他能安然的躲过 弹劾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冲击 他还是有可能当选 或者讲连任总统 这个有的人表示怀疑 那假如说川普不当总统的话 那谁来当呢 比如说这个民主党目前的竞争对手里边 好像比较领先的就是伊丽莎白沃伦 伊丽莎白沃伦的一些主张 这个应该有人说他是比较综合 他跟这个本尼桑德斯有一些方面相同 还有跟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些做法 他也是做了一些综合性的调整 比如说本尼桑德斯提出来 这个对富人要进行最严厉的税收 要让美国的富人减半 让他们财富减半 甚至说要消灭亿万服务 提出了非常激进的一些做法 比如说这个对那些 三千二百万以上的这个美国富人 就是那些富人进行比较高的税收 那么伊丽莎白呢 虽然讲比他温和一点 但是也是思路是差不多的 再接下来像拜登 拜登现在这个他儿子的问题 已经成为一个焦点 这是人家这个民主党发动 对川普的弹劾 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抹掉 他儿子这种在外国获得一些 特殊利益好处的这个嫌疑 这谁都明白这个道理 人家不会因为你儿子长得帅 就给你儿子那么高的收入 就是因为你儿子 有可能会沾你的光 就是说你要是当选总统的话 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这其实是一些外国 一些政权或者一些外国企业 对这个拜登儿子 所进行的一个投资 要这么理解 将来可能有产生巨大的利益交换 所以这个问题呢 拜登我觉得 我一直不看好他 我不认为他能够当选总统 那么假如真的是川普被弹劾掉了 我以前就说过这个话 大家可以查记录 我倒觉得不是一个很坏的选择 我觉得是个好事 如果川普真的被成功的弹劾掉了 那么彭斯就接任总统 那这样的话不是一个好事吗 当然彭斯接任总统之后 他得有这个选举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就是说 在我看来彭斯是一个比较成熟的 也比较稳定的 可能对媒体啊 对这个建制派来讲的话 都不是一个太难接受的人选 我倒是期望 如果民主党没有一个什么像样的 真正合格的竞争者的话 我倒觉得由彭斯来接任总统 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夏天说确实美国确实一切都有可能 就是川普总统从目前来说 弹劾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但是也说不定 因为他确实要特立独行 如果彭斯来接任 彭斯无论从宗教信仰 还是他的政治观点和人权的保护上 可能是中共比较头痛的一个人 所以到底会怎么演变 我们确实还需要观察 那么我们再来谈一个总统 应该叫总理 他是法国前总理希拉克 刚刚去世不久 很多人都在怀恋他 那么您对他有哪些评价呢 希拉克这个过去 我小的时候在报纸电视上都看过他 当时感觉是一个风度翩翩 非常帅气大气的 这样一个外国政要 他原来当过巴黎市长 就是中国的国家元首 过去有到巴黎访问的话 他是亲自去迎接 后来他当了法国的总统 那么希拉克的总体上来讲 他是愿意跟中国搞好关系 因为中法的关系 在历史上一直还算是比较好的 法国是比较早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国家 在西方大国里边 他是比较早的 那么法国呢 在中共的这样的一个高层领导人中 也是有着一定的渊源 大家知道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里边 有很多高级领导人 都是在法国留学的 勤工俭学 有的其实到学校一天书都没读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是用留学这样一个名义去的法国 你比如说周恩来去法国 基本上就没有上学 邓小平也基本上没有上学 他们都是在国外去搞革命活动 毛泽东原来也是打算要去 实际上并不是他内心想要去 而是说当时是一种时尚 大家都要去 所以很多领导人也期望毛泽东去 并且毛泽东还做过这方面的组织工作 他组织工作的时候需要一大笔钱 所以当时也有一些民主人士 或者当时的社会名流贤达 捐一些钱让他来组织 结果毛泽东居然贪了两万多大洋 没有把这个钱用在复法轻工俭学身上 我不知道这个钱他是怎么花掉的 这个可是当年的巨款 两万多大洋 大家想一想 两个大洋就能养活一家 就是工人的一般过去工人一个月 两块大洋就可以养两个五口人或者七口人 大家算一算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 我们知道毛泽东不是身边有一个红人吗 就是外交部工作部的乔冠华的太太 张寒之 就是张寒之的父亲曾经在历史上 是有名的大律师 有名的当过教育总长 所以他也就曾经借过一大笔钱 给毛泽东去帮助青年搞轻工俭学 结果后来毛泽东说是一个月还两千人民币 这样慢慢的还 到底是不是从价值上还清了 我觉得表示怀疑 因为毛泽东后来也没活几年 所以他假如说从建到张寒之开始 说要还这个钱 那也不过就是十来年的时间吗 他能还得清吗 一个月两千人民币不一定能还得清 那么我讲的就是说希拉克这个人呢 他在法国人心目中 可能也还算是一个比较有能量的 一个就是说对法国人来说 不是一个比较差的领导人 所以我觉得法国的这些政治家们 就是说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给人感觉跟英美的主流 就是说世界这些主要的价值观之间 有的时候会发生一点偏差 主要原因是法国人崇尚浪漫 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的想法 其实不是太严肃认真 给人感觉是这样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到 戴高乐当总统的时候 给人感觉他的左翼色彩浓一点 民族所谓爱国主义色的那种 符号比较强一些 所以跟法国历史上的一些符号 有一些偏差那么后来呢 法国也是经历了不同的 包括密特朗总统时代 密特朗就是一个他自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 所以密特朗当总统期间呢 其实一方面他个人生活腐化 有很多的情人甚至有私生子 另一方面呢他又搞社会主义搞得很殆劲 所以后来很多的法国人 包括法国的学者都不喜欢密特朗 那么我记得我当年 在这个美国碰到一位法国女学生 她是读PhD 读博士 她是读经济学的博士 我跟她聊天 她说她读完以后不想回法国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我不喜欢法国的社会主义 所以当时她就讲了很多有关密特朗的事情 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法国直到今天 仍然在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福利政策上 这个相对来说 在欧洲还是福利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国家 有很多人 特别是一些华人移民到法国之后 不但自己本人享受了很多的福利 包括自己的家人亲戚 都能到法国享受各种各样的福利 所以我觉得法国的福利可能有点过度的好了 吸引了很多人过去 包括非洲的移民 包括很多中东啊 动乱的地方的人都会跑往法国 所以现在在巴黎据说这个人口的构成 从二战以后到现在 这个发生的变化非常大 尤其是最近这三十年的变化 就是说有的族群已经到了势力非常大的程度 甚至有的时候 法国人都不敢再惹这些少数族裔 比如说当他们要进行这个穆斯林祈祷和朝拜的时候 他们要占据很大的公共场所 法国人必须绕道而行 他们不能像以前一样的自由自在的从这个地方走过 所以这个有点反客为主的这样一个意味 我觉得法国确实要好好地反省 他的福利政策 他的整个的治国理念和思路 否则的话真的可能会陷入到另外一种泥潭和陷阱之中 最近也发生一个事件 就是有一位湖南的访民 湖南衡阳的访民 叫王美渝 曾经因为有个地方建厂 是一个乌兰企业 所以为了保护环境 他向政府提出抗争 在八月份的时候 他曾经取牌 就是要求习近平和李克强下台 后来就被抓了 就在前不久在看守所突然死去了 昨天又传出 好像是谢阳律师 和他的代理律师透露的信息 也就是警方给三百万封口费 想把这个事情平息下去 您对这个事件有哪些看法 这个事情我想在中国是已经发生了很多起了 就很多异议人士 或者讲维权人士 他们提出不同的诉求 表达自己的意见 结果就被中共当局抓进去 这个暴打 进行各样的虐待 有的时候下手太狠 可能就会造成人的死亡 这种案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但是并不是说每一次 中共都愿意拿出一大笔钱来和解 这次据说是290多万 这种情况过去绝对不会有这么多 我想之所以在目前提出这样一个和解方案 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就是在所谓70年大庆之前 因为中共喜欢搞这样的一套东西 就是说他们有什么大喜大庆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不希望有任何事情干扰 如果有任何的负面信号来干扰他的话 他们一方面会恼羞承诺 使用暴虐的手段来对付 另一方面呢 他们如果能够用钱摆平的 尽量想用钱来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据说这样一个和解方案的一个条件 就是让他们家属就闭嘴 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 我想家属呢是很难接受的 因为活生生的人 人的生命是无价的 你这290多万就想买断 就是像作为一个封口费来让大家不要发声 这个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但是我个人啊 我说的一个话 如果说的不对 可能有些网民会骂我 但是我还是愿意说一下 我认为作为家属来讲应该先把这钱接了再说 包括中共提出这样一种无理的条件 你不妨暂且答应 有人说你这样做不是没骨气吗 你这样做不是就等于是向金钱低头了 屈服了吗 不是 我觉得中国人啊 你还不知道中共的真实嘴脸是什么样吗 中共可以一分钱不给你 仍然让你封你的口 让你发不出任何声音 对不对 所以并不是说你真的收了290万 290多万 你真的就封口了 你永远都不让别人知道了 你还有很多的办法和方式可以选择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 你先把钱收了再说 那么很多人 他们这个家属啊 那么那么艰苦 失去了这样一个亲人 而且呢 生活的主要支柱 而且日子怎么过呀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网上匿名的一些人啊 总是把自己说的很崇高 口号喊得很响 但如果是你家人 你家人遇到这种现实的困难和问题的时候 你会光唱那个高调吗 对吧 所以我都觉得就是说 我们跟这样这种邪恶的 跟这种暴虐的这种无底线的统治者抗争的话 一定现在要采取多种办法 包括共产党当年 你说他们那个时候是什么手段都采取的嘛 就是说那么多共产党的这个高级干部被被捕之后 都是先签那个什么自首书 而且是中央同意他们自首 自首先把人保出来以后再说 将来呢 你改口 那还是有机会改口 对吧 所以说那有人说共产党这么流氓 你不能这么流氓 但是你能要求一个老百姓 一个普通的抗争者 他们所有的人都得付出全家人的代价 去为这样一个暴虐的政权 去怎么讲呢 去赔账吗 我觉得根本没有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我个人宁肯冒着挨骂的风险 我都要非常鲜明的告诉大家 就是说像这种情况 我就以这个作为一个例子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先把钱接过来再说 不管你是糖衣炮弹 还是什么什么 你先把那个包子送过来 先把肉吃了再说 对吧 至于后来你采取什么态度 只要你人不死 你总还是有办法的 你说风口有那么容易吗 你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 把你的信息了解那些证据 向外界公布 向国际社会提供 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夏地说 向您请教最后一个问题 是有关新公司合营 因为杭州作为启动 叫制造业计划 其中就提出来了一个重要的举措 也就是派100名政府官员 作为政府事务代表 进驻100家民营企业 这个事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您的评价是什么 对这个被称为新公司合营 但是跟公司合营 当年的公司合营 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我的看法就是 中共现在通过各种方式 控制所谓体制外的所有的资源 其实我们知道 这些民营企业之所以 能够发展到这么大这么好 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家本人 有着独到的这种能力 也包括他们的员工 多少年的持续的努力 和聪明才智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这些企业跟政府的关系 搞得不好的话 也不容易发展到今天 所以有些企业被称为红顶商人 就是他们这些企业 多多少少是得到 政府的一些优惠和帮助 当然政府的相关官员 或者当地政府 也是多多少少得到了 很多的好处 那么现在到了这样一个节点上 中共除了掌控国有企业 垄断资源以外 他们还把手伸向了民营企业 尤其是伸向了一些 比较成功的大企业 所以有些企业的领导人 慢慢地要被租出局外 比如说像马云 这么年轻 应该说年富力强 就算退休了 还有一些掌门人 逐渐都要离开他们 经营了几十年的企业 包括柳传志 柳传志当然年龄相对比较大 还有一些其他人 所以这样一个态势表明 中共想慢慢地 通过这样一些方式 渗透控制国有企业 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传言说 国企要入股民营企业 就那些经营特别好的企业 国企要参股 要入股 这个完全是有一种 强买强卖的感觉 你为什么不去 把你的这些垄断企业 把你那些过去多年 经营不好的企业搞好呢 你拿这个钱 非要进入人家成功的民营企业 人家不需要你这个钱 对吧 它就是一种强买强卖的做法 那么这种做法呢 就是一个先身 一个先兆 就说明中共要控制他们 现在控制手段更加直接了 派这样的一个代表 进入到企业 就相当于拿了上方保健 那么这些人呢 本身他们不会被腐败 被收买吗 或者这些人 他们真正代表的是 就是国家利益 还有纳税人的利益吗 不可能的 所以这些做法 本身就是一个破坏市场经济 侵犯人权 侵犯产权的做法 所以我觉得现在 这个文革2.0 3.0版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 所以公私合营 这个这次做法 他们被称为 是公私合营2.0版 这个我倒不太同意 跟公私合营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 观众朋友们 夏业良教授认为 林郑月娥举行社区对话 应该肯定 但一个受中央控制的傀儡 很难得到市民的信任 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 通过香港人权和政策法案 将会激励香港市民的抗争行动 李伟东先生提出的 半民主中间道路 可能并不具有实际的操作性 相反 香港抗争正在鼓舞和推动 中国的民主化进展 香港新世界捐地散举 并不能缓和当前的香港局势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夏业良教授 até 这边 我们下转篇数学院的 我们下转播剧 see-t Cau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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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use-t沙发的光影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